而为了提升泰马里咖啡以及红梨小米等等的杂粮 提升农产品质增加农民收益 立委刘兆豪协助台东泰马里地区农会 争取农委会农粮署60万元的补助 将用在产制技能烘焙技术研习以及推广活动 增进咖啡产业的发展 我们现在要做什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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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关心地方产业立委刘兆豪与农民们一起进行座谈 也了解地方农民的需求与地方产业的问题 为了提升泰马里咖啡及红梨小米等杂粮的品质 增加农民收益 立委刘兆豪协助台东泰马里地区农会 争取农委会农粮署60万元补助 我们台东非常好的天然环境 让我们能够种植出品质非常好的咖啡 如何将我们台东的好的咖啡能够行销到全国各地 是我们大家一起努力的方向 所以在上个月 上个月我就造好就跟我们泰马里农会 庄总干事大家一起来努力合作 向农粮署争取了60万元的兼费 将在7月份由泰马里农会在台东举办 我们台东县咖啡的评选的一个活动 而且透过这个活动我们希望 能够给我们所有的种植咖啡的农民朋友们 大家彼此一个互相切磋交流的一个机会 而且也能够来行销打响我们台东咖啡的品牌 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地跟泰马里香农会来合作 我们会跟农粮署争取另外的相关的经费 能够到台北去来行销我们台东的咖啡 我们希望台东的农产品除了稻米释迦之外 能够咖啡也成为我们台东县的一个亮点 刘正豪强调希望农粮署的经费益助 能帮助泰马里地区咖啡产业的发展 有效提升农产品质 记得潘俊伟泰马里相报导